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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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有一点小小的色味 但是并不影响它能提供大量的水分 我现在把这两根芭蕉心带走 这个也许就是我今天晚上的食物了 我领出血了 这野外一定要注意安全 刚才一根刺挂到我的脸 我看到水太激动了 这是流动的泉水 可以直接引用 只有这里上面是能看到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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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天快黑了 这里 这个地方相对来说比较平坦 而且还有花椒液 我准备在这里先暂时 搭一个简易的庇护所 这里靠近水源 藤蔓红交错 随地的枯枝可以用来生火 还有一块大石头 可以挡风遮雨 同时还可以挡住枯枝落石 这个应该是我所有的庇护所里面 最简单的一个 而且还要快一点 不然那么现在就把这些庇护了 把这些庇庇庇庇根放到里面 和地面隔开 不能直接放在地上 一来地上比较潮 再来一样会有一些 蚊子类的 这里垫的差不多了 我再放一些芭蕉叶在上面 现在把这些芭蕉叶 垫上去 这个是已经刚出了的芭蕉叶 垫上去一来比方暖 二来也比较柔软 可以让我在晚上睡得更舒服一些 我已经把它全部铺好了 今天晚上简易的床 我没有带任何照明工具 还好我所带的充电宝上面有灯 可以给我提供一点点微弱的灯光 现在天已经黑透了 我必须赶快把火升起来 只有有火 我才能感觉到安全感 因为是在这个溪水的旁边 所以的话周围的东西都特别的潮 火融太潮湿了 这银火雾真的是太潮湿了 天哪 着了终于着了 终于着了 My God 天哪 景流二虎之力 也不够了 虽然我有带打火石 但是 因为这个地方的所有的东西 都特别的潮湿 今晚只能吃光螺蟹在了 因为我这里刮线不是特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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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火 你们看 就算是在很黑很黑的晚上 这个火 依然 很红 火苗一直在跳跃 它在我的四周 它可以保护我 我觉得我应该好好睡一觉 今天我一定要找到吃的 今天我一定要找到吃的 是一个野山炮 已经被动物啃食过 去除被啃食过的地方 防止打染病菌 好 可以吃了 味道有点酸 咽下去后有点回肝 我紧急着带走 我在水边发现了这个 这个是水滑菜 它的味道用 它的味道是滑滑的 可以用开水煮了以后使用 我们再一些 再一些回营地 水滑滑的 水里有些蝌蚪 它们个头很大 是石蛙的后代 证明这里属质很好 这个应该是山顶的竹子 然后倒了以后 缩下来的一部分 这个可以让我用来烧水 还有煮东西 我砍了两节 现在已经足够了 这节用来煮菜烧水 然后这节我用来做水桶 像这样的丛林里面 这样的棚子随处可见 可以用来做陷阱 也可以用来监制地楼 去做主流的工具 我把它绕成圈 然后再到营地 我弄了这么多铜板 应该跟我编两个地笼了 好了 现在我要带这些铜板 回我的营地去 今天是第二天 我找到了用来装水的 烧开水的器皿 我可以用这个 我去捡一些石头 去那个小戏房里面 捡一些石头 可以用这个来烧水 这个的话 我准备把它做成一个水壶 明后天 我开始往山上走的时候 我要用这个携带水 它会成为我的一个移动水壶 我还弄了一些藤子 这些藤蔓 我准备用它编地笼 然后去河里面抓鱼 我要带着它去 翻山越里 因为如果是这样背的话 这个走路的时候 它会敲到我的腿 我就在它两边都打上孔 在这里一边打上一个孔 用藤蔓把它钻起来 我们只要用藤蔓 从这里拴过来 然后这一面也做一个 然后中间开个小口 放水进去 我装好了水 然后把石头放到火里烧红 为了从火里取出石头 我需要制作一个夹石棍 做出石头 接下来我要用藤条制作捕鱼工具 用七根树枝做骨架 以适当距离插成一个道锥形 就像经纬度一样 这个是经度 然后层子 层脉就是纬度 经纬交错 之后就会编成我们所需要的鱼笼 一里一外 一里一外这样不停地交错 注意一定要是七根是单数 也不一定非得是七根 但一定要是单数 然后用藤条交叉编织 使它纵横交错 有这个是七根是十五根 然后用藤条交叉编织 或是一根是十五根 就会编织 而这就是我们在线线上 同样的方法编织一个绿笼 作为禁鱼口 最后把内笼放入鱼笼 看这就是一个捕鱼工具了 看这样鱼从这里进去 然后它就出不来了 我去挖了一些蚯蚓 然后我要用这个蚯蚓当诱饵 放到鱼笼里面 我们把它弄碎 这样的话有利于它的那个味道散发出来 可以吸引到鱼类 或者是其他在水里面的动物 好了 我们把它弄碎 弄碎以后 放点泥巴 把它拌一下 用芭蕉叶把它包起来 这个干了的芭蕉叶它相对于其他的叶子 它更不容易破 也更牢固一些 现在把这个鱼笼放到水里面就可以了 一般像这样有积水 然后有平静的水的时候 像水里面的动物一般都喜欢去 水比较平静 然后有落叶附带的地方 所以的话我决定把我这两个鱼笼下到那个位置 那个位置上面有草 然后下面有落叶 水好凉啊 现在是第二天的晚上了 我现在的食物有今天早上吃过的山韬 我现在这里还有五个 然后今天晚上的主食 我准备吃芭蕉叶 我的芭蕉叶已经弄好了 看到没有 然后我现在石头也烧的差不多了 我现在要把石头拿过来放在里面 当时它上来放在里面 我现在开车就Christian了 这只要是小resser 谁会让我拿着 我上次已经走完 所以没有 我现在是就能吃的时候 马上来放在里面 然后再下车就好像 我们刚才能吃得到 一个车就一定要吃 我希望明天不要再靠野果和野菜度日了 我现在要去看一下我的鱼笼有没有收获 有两只 有两只 好大的嘴巴呀 看没有 好大的嘴巴 我今天终于有食物了 食物食物 这个应该是 应该是小蝌蚪 还有一个螃蟹 现在把它放在石头上 滚烫的石头放在上面烤干 螃蟹 螃蟹它的壳很硬 但是吃起来非常香 比我以前吃过的 阳城湖大闸蟹 很好吃 都是肉 我现在有一种巨大巨大的满足感 是 试一下 看 我们就可以这样背着它 这个是我的干粮 我用芭蕉叶把它包起来 带着 路上吃 在离开 丛林之前 一定要确保自己的火 已经熄灭了 为了目标 我要继续前进了 他去运 SARAH Let's see 我去运车 转出 不兴用 暗渠 是 你的 魂 带荒 业 吃 嘴 清 如果我真的迷失在这座丛林里面 应该都不会有人来找我 也没有人能找到我 我准备在这里搭上一些树枝 然后 我就可以睡在这里 像这样的庇护所 它在这样的丛林里面 是有它的优点的 一来它比较方便简易 而且还可以遮挡一部分雨水 如果下雨了的话 而且像这样的有高大树木 然后上面会有一些枯枝掉落下来 我睡在这个下面 枯枝只会砸在这个上面 不会伤到我 好了像现在它的那个枝架就已经足够了 放上一些这样的小树枝 放上这些小树枝的作用主要是为了可以在继续往上面放叶子的时候 这些枯枯的树枝不会直接掉下去 我的庇护所已经拉好了 这样的庇护所一定要注意防火 不然的话如果你火星不小心弄到上面 可能就会引火自焚 这棵倒掉的粗树 我刚才闻了一下 可以把它外面的树皮砍掉一点 闻一下 可以判断出这棵树是一棵珊瑚椒树 也就是学名叫做木浆子 它有降血压 还有血压血脂这些功效 也可以用来当一味调料 我现在要吃点东西 今天早上等那只花 应该足够我到明天早上了 明天我要去寻找水源 我听到了野猪的叫声 这附近应该有一群野猪 我现在 继续往对面 看 这里有 天哪 有两条 有两条 终于可以找到可以吃的东西了 我把这棵枯树都翻了 翻到三条 我今天早上都没有吃东西 这个富含高蛋白 我要把它们吃掉 把它的头去了 把它把它里面的屎拿出来 这个就是它的分别 这个 很甜 味道还是不错的 可能是因为我太饿了 我觉得味道还不错 这些树上都布满了青苔 我要从这里往上爬 爬到上面去 路很难走 根本就没有路 全部都要靠我自己 一步一步的 往上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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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一条蛇 它和树叶子融为了一体 不仔细还真看不出来 要是我不小心踩上去 应该就被咬了 它在奋力地挣扎 今晚的晚餐有着落了 我现在用棍子 把蛇和蛇皮一起带走 蛇皮也许以后我有需要它的时候 而晚餐已经有了 它绕起来 打上一个结 好了 我在这里发现一棵大树 然后这里有个树洞 我在树洞的下面 发现了一个被动物啃食了的老鼠 里面的肉已经被吃完了 就只剩下一条尾巴 还有骨头 还有一些毛 不知道是什么动物 山上到处都是危险 也到处都是食物 我想今天晚上 把庇护所搭在这个地方 在树上面 在树上面 这样又可以防虫 防蛇 我在上面搭上一些横的树的树枝 就这样办吧 我现在把蛇烤了 这个就是我今天的晚餐 山顶就在眼前了 可是几天的杆路让我十分疲惫 今晚我要休息早一点 这个庇护所 这个搭在树上的庇护所 是我最喜欢的庇护所之一了 我在下面生活 温度可以到上面去 我本来是想着 带上这个鱼篓 路上如果能看到小溪 可以抓鱼 可是 它已经坏了 因为这些是用树藤编织的 当时编的时候 树藤是湿的 树藤很粗 可是干了以后 树藤都枯萎了 它的缝隙就变得特别大 一夜的休息后 我又继续上路了 这个是小米果 树的花 它成为果子以后 长成果子以后 食用是甜的 它会变成 果实会变成红色 或者是深紫色 像现在 它还没有结果实 但是它这个花里面 会含有花蜜 我们把它的尾部掐掉 是甜的 它可以为我补充糖分 我在这里发现了一些野生的板栗 看 我捡了很多 这里有好多 看到没有 这样的壳已经是被 可能是松鼠 等等其他的东西去掉的 这些我捡到的这一些 是 还是果实的 板栗富含 富含淀粉 可以看 它的果肉很小 那些就是我来时的路 我已经被红层大山包围了 美景总是在高处 我在这里看到了一颗小山茶 它现在花开的正茂 我现在来到了这个悬崖上面 我要从这里往上爬 然后才能爬上去 但是现在 这边都特别特别的陡峭 然后我也没有什么安全措施 我必须要慢一点 然后慢慢的摸索 看有像这样的岩石缝 顺着岩石缝 走只字形的路线 但是这里风景真的很漂亮 有很多的山茶树 它们长在这个岩石里面 还开着红灿灿的花 我很享受这种感觉 但是很累 很艰险 充满了挑战 也很刺激 我现在已经登上了这座山顶 无限风光再显风 我现在你们看看周围 是什么样子 看一下 穿过一座又一座的山 最终来到了这个地方 我站在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我来时的路 我走过的丛林 我在它们里面的时候 我显得特别特别的渺小 我甚至看不到一棵树的树顶 但是我站在这里 我可以看到每一座山的山顶 一步一个脚印 只要你愿意往上走 愿意往上爬 几天的跋涉后 我登上了丛林的最高峰 我的目标已经达到了 接下来我要走出丛林 回到文明社会 山路十分陡峭 下山时我要很小心 我在这里发现一棵多鱼树 它上面已经接了一些小多鱼 谁看到 看这个可以吃 它现在还小 但是也已经可以吃了 我一会儿要摘一些 味道酸酸的 这个也是食物的来源 天已经亮了 看天气可能要下雨了 我在前进的途中 发现了一棵枇叭树 枇叭能食用 我摘一些带走 我在这个树叶子下面 发现了一个藤树 看 它的颜色和这个树叶子相近 这个就是动物的自我保护 然后把它清洗干净 这样就可以直接食用了 脆脆的 然后有一点甜 还有一点咸 味道很不错 我多找一些 这里有一个山洞 这里应该可以当雨 但是 有一些蝙蝠 这个里面有一些蝙蝠 我不知道这个洞有多深 我在山洞附近 发现了一条暑路 我用石板做一个陷阱 期待能捉住它们 我现在要准备生火了 因为下过雨 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是很潮的 特别潮 我找到了一棵 下面来说干一点的干柴 然后把它破开 把它分为 劈成特别小的 还有中等的 还有大一点的木柴 然后希望能够生起来火 我现在没有任何 营火物 也没有火龙 所以的话 用衣服当做火龙 看一下 会不会 容易一点 这个是我今天晚上的晚餐 有螃蟹 有这个野果汁 这个是山涛 真是人间美味 太香了 说实话 我非常疲劳 我其实一直都是靠着 一直在支撑自己 很多时候我都饿得前胸贴后背 晚上饿得醒好几次睡不着觉 而且我的脸上到处都是疙瘩 你看到到处都是 头顶上到处都是 然后脖子上到处都是虫咬的疙瘩 我脸也已经浮肿了 可能是因为我好几天没有吃盐 我的脸都已经肿了 今天食物很丰盛 山洞能为我遮风挡雨 火能够带来温暖和安全感 今晚可以好好睡一觉了 到了一夜 这一夜 雨成了 我要赶快顺着河流往下走 我想尽快回到文明社会区 谢谢这个山洞 我现在要走了 陷阱没有出发 离开前拆除陷阱 现在要从这个地方下去 虽然有活流 但是因为没有路 我不但要小心脚下 还要小心有没有动物 还有两天会不会滚落落石等等 比较专注的走路 我现在是春天 沿着河流走进去 又是有比较方案 同时也存在很大危险 我建议这样做 水好深 因为 不像这样 然后 然后 伤门再发 水好深 我顺河流而下 到这里 到这里我看见了 这里在一个比较平坦的地方 有一些垃圾 应该是 有人沿着这条河 往上走来露营的 这说明 我继续往下走 也许就可以 到达村庄了 而且 应该不会特别远了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